欢迎大家加入香港科技大学及校外住宿这个大家庭 为了令新同学更加容易融入校园及校外住宿生活 学生住宿办事处特别制作了一个视频录影片 介绍校外住宿所需注意事项 包括交通、各电器的使用方法 保养及维修、保安及防火、紧急事故的处理 以及学生住宿办事处的联络方法等 希望同学们能够有一个充实愉快的校园生活 科技大学提供了三处校外住宿宿舍 分别位于大补仔村、新朗村及香港三玉书院 大补仔村、玉井宣宿舍 由科大校园内步行至大补仔公寓 大约5至10分钟 经大学道步行约3至5分钟到教职园宿舍 靠左边行人路直行 致往大补仔行人隧道 穿过隧道 沿路步行经过露天停车场 便可直达大补仔村、玉井宣宿舍 电子设备及电器的使用方法及须知 空调 按一下电源开关键开启空调操作 按下遥控器上的管理键 去选择操作模式及调节温度 按下电源开关键 关掉空调操作 清洗空调隔尘网的程序 先将空调关掉 拉出空调面板 从空调取出隔尘网 用清水冲洗 将隔尘网放于通风阴凉处晾干 待隔尘网完全干爽后 才放回空调原位 石油器煮食炉 扭动开关 致见到火种出现 扭动开关调节火力 煮食完后 关掉主食炉的火种 抽油烟机 按下灯光开关键开灯 选择即按下风速开关键 开动抽油烟机 用完后 按下开关键及灯键 关掉电源及灯光 微波炉 将食物放入微波炉烤箱中 把微波炉门关上 拨动设定主食所需热度及时间 微波炉会自动操作 待主食提示钟声响完后 才可取出食物 热水器 按下电源开关键 热水器上灯号会显示电源已被开启 与电热水器调节所需热力 使用后切记关掉电源 洗衣机 打开机门 打开机门 将衣物均匀地放入洗衣机 关紧机门 拉开洗衣剂分配器盒 根据洗涤需要 放入适量的洗衣剂 然后轻轻关上洗衣剂分配器盒 设定洗涤衣物程序 及洗涤温度 按下电源按键 洗衣机会按设定程序 自动执行 当洗涤程序结束后 洗衣机会自动停止工作 释放电源按键 两到三分钟后 即可打开机门 及取出衣物 每当发现电子器备 未能正确工作时 请关闭电器和切断电源 检查保险丝盒 保险丝盒位置 在厨房门后墙身上 如有短路 以致机器失灵 可重新拨键恢复电力 如保险丝没有问题 请保持机器关闭 和电路切断 电邮至学生住宿办事处 shoinfo at ust.hk 报告所需维修的电器 及事项 保安及防火 每当你离开你的房间 或公寓时 关闭窗户 灯和空调 关闭并锁上房门 检查及关闭主食设备 和热水器 关闭并锁上公寓的大门 关闭大厦的闸门 防火安全装置 每间宿舍的灭火器 和灭火毯 放在厨房内或橱柜中 维修及保养 每当发现家具 配件和电子设备 电器有所损坏 请发送电子邮件 至学生住宿事务处 shoinfo at ust.hk 报告维修事项 SHO将安排维修和保养的工作事宜 请注意 维修工作将至少需要几天的时间 以供维修部或供应商寻找所需配件 紧急事故 拨打香港本地的紧急号码999 并请告知学生住宿办事处 和保安控制中心 2358-8999 24小时 非紧急事故 宿生可以联系以下办事处 学生住宿办事处 2358-8583 办公时间 周一至周五 上午8点45分至下午1点 下午2点至5点30分 公众假日除外 校外住宿组 2719-4825 办公时间 周一至周五 上午8点45分至下午1点 下午2点至5点30分 公众假日除外 卫生 保持宿舍公用地方的清洁 是一同居住的宿生的共同责任 宿生应该保持公用地方整洁 及分担清洁工作 以保有一个舒服的居住环境 学生住宿办事处将安排每月一次的公用地方清洁服务 宿生如有关于校外住宿的咨询及报告 可于办公时间内致电学生住宿办事处 或校外住宿组 2719-4825 亦可电邮可电邮至学生住宿办事处 SHO 网址 SHOinfo at UST.HK